画面这就是生成式AI 我们可以换成一个去海边的场景 还可以换出一个演播室 我们现在就到了有专业灯光的演播室 甚至呢 那我们还可以换到一个意想不到的场景 那么回到一开始的场景 刚刚这段视频就是在这房间拍的 有座位是真的 然后呢这边有很多窗户 这边还有空调 这全部都是可以去掉 甚至呢 看上窗外啊 这就是在非洲 借助着先进的生产力工具 你在非洲也可以拍电影 拍出任何你想要在的地方 怎么比这不一样 就没有海 就也没有那种照片 你一大发现啊 说为什么爸爸的场景 蓝沙发有没有 有 有 但是还有没有 没有 这是为什么呀 沙发 这种沙发也没有 对 这就叫你说生成是AI 生成是AI 对 这就叫做生成是AI 你哪选的呀 这就是AI生成出来的 就是呢 它并不需要自己知道 这又不一样 对 这哪里不一样 我们又换了一个场景 你看我们生成出来的 是不是整个的沙发一样 照片也没有 这两个沙发也没有 海也没有 对 但是你看这两个沙发 是不是跟爸爸做的沙发很像呀 嗯 这就是AI学习了爸爸做的沙发 然后生成了两个沙发 是不是很厉害 嗯 好 那我们做个脚长 相机放在三角架上 面对一个场景 那么最重要的呢 就是相机放在一个固定的位置 是不动的 这个场景呢 不需要太复杂 有一个做的地方 然后最后呢 需要一面墙壁 那这一面墙壁呢 最好就是白一些 或者是绿一些 就是简单一些 有画没关系 画我们可以换掉 也可以去掉 也可以换成别的画 都没有问题 但是呢 能不能给它换一幅画 它哎 似乎换了一幅画 这个时候呢 我们把拍摄的视频 放到电脑上 截取一帧 任何一帧都可以 之后呢 在Photoshop里面 就把Command T 使得自由做放 我们呢 就给它缩放到70% 为什么要缩放呢 因为我们要留一些空间 给AI来创作嘛 再下一步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上有一些桌子呀 这还有插座 这墙上还有空调的电线 这些通通可以不要 我们就把它都删除 只留中间的一小部分 这个时候呢 我们对选中的区域 选择Inverse Inverse了之后 就选择了所有周围空白的区域 我们就在下面 Generative这里 就可以输入Prank了 比如说呢 我输了一个蓝色的Studio A 这就变成了一个蓝色的主题为主的工作室 想换上面的换呢 那也很容易 就在这里选中以后 换一个其他的 我就说Wall Decor Wall Decoration Decoration就换了 之后呢 这房子想变成海景 这全部都是发挥想象力的过程 我们是一个啊 现在说Luxury Home On a Cliff 还有呢 With the Mountain View 有山景 还有日落 这个时候点Generate 就是在生成了 好 马上就生成完成 可以看到啊 它一次呢 汇出三个结果 我们可以替换一下 看想选什么样的效果 下一步就是选择Export Export的PNG 把图片导出来 好 随着整个视频拍摄之后 那么就加一个蒙版 使得只留中间人物会动的部分 那中间动部分之外 所有的场景全部都可以替换 下一步呢 就是把视频放到剪映里面 当然也可以用Premiere 可以用任何的工具了 那在剪映里啊 同样我们也是把基础缩放 缩放调到70% 这个时候呢 也是为了去完全匹配 在Photoshop里生成的背景 调到70%以后啊 我们还是把这些不要的创作 窗户呀电线呀 插销口呀 全部都去掉 通过一个蒙版 我们的蒙版里面就选 举行蒙版 这个时候呢 扩大一点 好 我们就只保留视频的这部分 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看 诶 视频只有一小部分 在下一步呢 我们就把生成的背景图 放到主轨道上 诶 叠加在一起就看到了 这个时候呢 前面视频后面背景叠加在一起 就是大家看到的效果了 海边的场景 诶 还可以换出一个 诶 远播室 我们现在就到 所以如果想切换场景的话 只需要在对应的位置 放不同的背景图片 就可以了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呢 借助先进的生产力工具 你即使在非洲 非洲的人民 也可以轻易地创造一些 独特的场景 场景的成本越来越低 实际上呢 这灯也不需要 后面墙上的装饰也不需要 那么即使在这些经济落后的地方 人们也是可以通过 生产力工具来够更高效 更低成本的 几秒钟的时间 就可以搭配 就可以搭出一个 非常专业的场景 那么对于视频创作者来说 也是你根本不需要找一个 专门录视频的地方 你在任何的酒店房间 路边上 之后下次我们可以测试一次 户外的场景啊 都是可以用你的想象力 创造出各种各样的场景 还有一个重要技巧就是啊 看 关上窗户 为什么关上窗户呢 因为我们需要让整个的光量强调不变 因为相机曝光发生变化的时候 周围产生的 AI生成的场景并不会发生变化 所以呢我们需要 关掉光源 外部不可控的光源 同时呢固定相机的曝光时间 还有ISO白平衡这些 同时呢相机有五点 一定需要全部都固定 让它不去动 曝光 ISO 白平衡 还有相机的数字稳定 还有光学稳定 稳定要关掉 不然你会发现镜头会微微的偏移 这样呢相机的画面就会跟外部的 生成出来的静止的画面产生一点位移 最后一个就是对焦 对焦一次对焦之后呢 整个拍摄的过程中 无论原点是不是出现 是不是有手在动呢 对焦都不要变 因为同样的原因 拍摄的画面和生成的画面 要始终保持一致 就像是我们今天看的视频 所有的环节只需要一个人 我只需要几秒钟就可以生成一个环境 就可以换一个场景 你可以使用很长的杠杆 技术是你的杠杆 资本是你的杠杆 当你有足够长的杠杆的时候 你甚至可以撬动地球 你可以考虑这种一人非常灵活的创业者 这个公司从来就没有想要发展壮大 但是它在一个垂直领域里 可以非常灵活的不需要去尝试取悦所有用户的一种方式 更安全的生存下来 这个行业可能包含教育 咨询 平面设计 当然各种的媒体类的工作 都是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来辅助你 你只需要一个人就可以完成公司的整个创业